台灣的會損 當然要回頭來談談我們的台積電 跟我特別問了蔡總 台積電沒有會損嗎 我們也很擔心台積電有會損 在今天又不是靠台積電撐住 在今天不止止跌119點 所以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台積電 真是厲害 台積電在今天在外資聯巴買的情況下 市值已經來到9點 市值已經來到9點 9點14兆 創下歷史新高 不止股價創歷史新高 市值也創歷史新高 很多人說這是張中某90歲的 生日最好的鶴裡 再加上6月營修飆破了1200億 小摩 其實不止小摩 好多外資都調高了好多目標價 現在看到355 看到36級 看到37級都有 所以台積電飆天價 供應鏈也喜滋滋 對 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機 護國神山 尤其這一次 剛剛阿冠一直講 萬惡的一個台股 萬惡的一個台股 不是萬惡的台股 不是萬惡的台股 不過萬惡的台股 台積電今天公布出來 它的一個6月的營收 1208億創歷史的新高 當然是給張中某一個 非常好的生日的獻禮 不過外資在這時候 來湊熱鬧的 把它調高到355到360到380 台積電有沒有這個價值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但是外資到底是真心的 還是假意的 我覺得要特別小心 外資是真心的假意 我們來看一下 國內頭顧是看到380 大摩看到375 花旗最高已經調到375 美銀調到360小摩35 我們回來看外資是真心假意 就看他有沒有拿子彈出來買 我們回來看 外資今天人家還是買的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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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連買9天 今天又買23962張 怎麼會是假意呢 是 外資今天還繼續再買 是OK的 如果明後天開始 但是外資為什麼要買台積電 這是我非常擔心的事情 因為在萬惡的台股 如果台積電一支獨秀 一支晴天 一副當官 我跟你講 這要小心 這會是溫水煮青蛙 因為台積電撐在那邊 指數不漲不跌 你的股票跌死了你都不知道 所以要特別小心台積電 外資今天調高他 買了他 他可能是一個陷阱 至於台積電能不能買 以目前來講 如果今年可以賺到16塊5 明年可以賺到18塊 我覺得是相當合理的 只是說你買你就按照你自己的 就是台積電撐在那裡 會讓我們沒有注意到 其實很多股票流到眉眉毛毛 對 會失了戒心 對 所以我們回來看 因為台積電 所以連他的好朋友表現也很好 他的好朋友是誰 NVIDIA 我們都知道他們有革命情感 NVIDIA的市值 竟然超越了英特爾 成為美國市值最大的晶片場 對 在前天 這NVIDIA的一個總市值 2480億美金 那已經超過英特爾的2460億美金 超過20億美金 不管怎麼樣 這是台灣人的光榮 台灣之光 講到NVIDIA 這個黃仁勳 他是台南人 台南的人 他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他在史丹佛拿到了一個電機碩士以後 他就直接到這個 超委他去當一個基層的一個工務 這個工程師 但是他在那個美國公司裡面 他一直感覺到黃總人就受到歧視 你再怎麼拚 你再怎麼努力 你再怎麼優秀 你都沒有辦法當主管 所以他30歲 1933 1997年的時候 1993年的時候 他說那我乾脆出來創業 創業的時候他要找什麼 他要做一個繪圖晶片 結果很多朋友說 你不要做 這做得自己認識 他不認為這樣子 結果真的 因為那時候競爭很大嗎 五六十家公司在做 對 全世界有五十家 結果他發現 他到很多公司去拜訪的時候 比如說到阿關的公司 阿關你那裡需要揮圖晶片對不對 我的比較貴 我說不 我沒用那麼貴 我有那個免錢的好用 有那個比較稍微 幹嘛用你的呢 所以連虧七年 從1993虧到2000年 2000年他剛好接到一個大單 微軟的Xbox的一個大單 結果就讓他起始回生了 那後來更進一層樓 他接到迪士尼的動畫 我們看到迪士尼的美女野獸 就是用他NVIDIA的一個 他的一個揮圖晶片 美女野獸是用NVIDIA的揮圖晶片 對 美女 當然就是找美女 比如找阿關 野獸你要到哪邊找 野獸就是要動畫 所以野獸是找一個人 穿了灰色的衣服 灰色衣服 它上面有那個白的點 黑的點 然後透過他的一個攝影之後 然後把它轉換 然後甚至他胸部的起伏 他的邁開腳步的一個動作 都是後製的 另外他帶了一個特殊的頭盔 那個頭盔裡面 搭載了NVIDIA的一個 非常特殊的晶片紀錄 然後再計算 經過計算以後 把他的特效演出來 包括他的臉部 他臉部也要貼很多什麼 要貼很多的零色 那個零色的一個液體 然後零色液體又貼了以後 他包括他每一個毛細孔 他的一個呼吸等等 透過電腦的一個讀取之後 然後後製以後才你就看到一個 你看再加上他的毛髮以後 就變成一個野獸的人形 所以這個美女是真人 野獸是假人 這是他第一次的一個 後來他現在更上一層樓 他發明了一個叫馬良神筆 他比那時候 NVIDIA有馬良神筆 對 馬良神筆 我們來看這馬良神筆一 來 右邊的是一個真正的風景 左邊同樣的一個構圖 那同樣構圖 他只要把顔色改變以後 馬上變成岩石 變成一個岩岸 變成碧岸 再加上畫了兩筆 變成瀑布出來的 這就是一個類似的 所以說我只要畫左邊 他就幫我變成右邊嗎 對 左邊就是跟他完全一樣的構圖 完全構圖 然後他把顔色一改 本來是綠色的改成這個土色的 就變成岩石出來 岩石以後再畫一條 就變成瀑布出來 因為我們不會畫瀑布 但我們畫那條線我們會 我們畫那條線之後 他自然那個魔法筆 就把我們變成瀑布了 對 所以說厲害 那今天都可以做畫家了 對 再來我們來看 他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我們也是一樣 右邊跟左邊 那右邊是石井 左邊是虛的 他只要畫一個半圓 多了一個石頭 多了一個岩壁 再多畫一個 就多兩個了對不對 馬上那個井都不一樣 你感覺不是有巴黎島的感情嗎 他把你填上去了 然後要畫綠色的 他馬上變涼填 畫山變成山卵 所以你想要的東西 你要怎麼畫 要怎麼加 要怎麼剪 要怎麼弄都可以 阿關妳以為很簡單 所以我們隨便畫幾筆 他就幫我們把它填上去了 我隨便畫個圓圈 就變石頭了 隨便畫個線 就變山卵了 對 但是你知道 他背後厲害在哪裡嗎 每一個井 後面有五十萬個圖庫 所以這個井裡面 看到這個井裡面 後面有五十萬個 讓你去挑 你要挑什麼 就有什麼 所以他厲害 他還是在這個厲害的地方 所以他的馬良神比厲害 當然他把他取名叫高庚 那高庚一方面 高庚就是紀念 這個華國的一個印象派的大師 高庚 另外就是說 他是因為 他裡面有神經網絡 所以你不要說 看他後面的成功 其實他背後 有很多很多 他努力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看到他的成功 當然有很多 他努力的地方 但最重要的功權之一 還是我們台積電 對 不過台積電 怎麼會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回來看台積電 我們還是把這個K線 再稍微放大一點 讓後人朋友看清楚 來 稍微再放大一點 好 我們看到台積電 今天已經來到353了 剛剛憲哥說 我很擔心 台積電一直在漲 會讓投資人失去戒心 那我來買台積電行不行 我沒有買其他的 你如果要買十張的話 你分十筆去買 你分十筆去買 我覺得台積電在這邊 雖然外資一直在回補 但是他不希望它漲 外資不希望它漲 當然 外資買那麼多 怎麼不希望它漲 外資的錢進來要賺兩種錢 一種是台幣升值的錢 一種是能夠 在股票裡面的殖利率 我在美國是零負利率 那我來台灣 我如果台積電 把它衝得很高的話 對我沒有好處 我錢太多 我錢一直在進來 所以台積電是很好 但是我最好是每天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對他來講最好 我慢慢慢慢吸收 台積電那個股本太大了 那買不完 那一口 那不是一滴 那山府如果買這個價錢 會不會賺 現在山府 現在買不太賺 但是不會掉到 你放一年兩年不會掉到 所以要等等 如果想要有短線的獲利 還是要再等一下 對 那我們先來看大盤一下 那大盤 我們來看這個 整個大盤的一個指數 今天這有一點點長黑 而且是爆量 今天是爆量 要特別小心 那有一個故事 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這一次 連老虎獅子 都有買到標股 所以他們就要開一個派對 要烤肉 所以他就叫狼過來說 我們要開烤肉 你過來… 我們要烤肉 要慶祝一下 那只有我們三個人 那怎麼辦 老虎跟獅子 就跟狼講 你去找羊過來 叫他來挫熱鬧 結果狼就找羊 羊說我要帶什麼東西禮物 不用…你來就好了 所以現在羊就去參加烤肉 結果你知道誰被烤了 當然是羊被烤 所以你意思說 這個時候 如果還在糕點進場 那就可能會變成被烤的羊 對不對 我是沒有這樣講 來 那個股呢 好 現在個股一定要三低一高 低就是中低降 低本一比 那再來的話 就是低基期 就是目前的基期 比較沒有漲到 那最好是有高成長 營收成長 營收成長 還要跟這個蔡總講的一樣 要小心 如果完全外銷的 很可能會有會對損 來 我介紹三檔 一個8069的元泰 那元泰 我們看他第一季是0.69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K線圖 今天是紅的 外資今天也是買的 那元泰最主要 他的一個第二季的業績成長 差不多30%以上 所以我估他上半年 可能差不多一塊半到一塊八 那目前來講北比低 而且在這個價格也是普普通通 而且也是一個中價位 也是一個相當低階的位置 第二檔是2368的金像店 那金像店 我想今年大家都知道 這是外資搭本土的空 已經搭到現在1萬4千多張 空頭還沒補 那最主要他外資在這邊跑掉了 跑掉以後最近這兩天回來的 為什麼回來 因為他第一季賺0.74 他竟然他的第二季的營收 也是大福成長 所以這個空的會繼續搭上去 他也是低價位 再來的話6180的橘子 那橘子呢 來 我們看他今天開高走地 為什麼開高走地 很簡單 最近連跌四天 為什麼 因為他六月的營收是小福衰退的 那第二季跟第一季還小福衰退 不過他第一季太好了賺2.14 他收台幣 他比較少美金 所以他沒有匯兌這個部分 那如果第一季2.14 第二季可能估1.5的話 那也不錯 3.6 3.7 你現在的價位還OK 所以這三檔股票 都是屬於比較3D一高的股票 剛剛我們談到了熱錢派對 在全世界大家都在印鈔票的情況之下 熱錢滿天飛 大家都想分一杯羹 代表是在中美關係 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看中國怎麼分這杯羹 中國說我自己搞一個科創版 把那些想去美國的 或已經在美國掛牌的 來通通給我回來 我們來看科創版 出現了報復性大漲 科創版的國盾量子IPO 第一天就飆漲了10倍 還觸動熔斷 除了上海的科創版之外 香港說我也要 所以香港也想吸金 即將要推的是港版納斯達克 所以最近很多中企 不是紛紛要回香港去嗎 甚至於很多過去 準備要去美國掛牌 現在說不去了 我直接在不管是中國 還是香港掛牌就好 確實這一波的香港跟中國的股市 真的是熱翻天 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國盾量子 它是破了中國股市IPO 第一天上漲的紀錄 我們知道中國股市跟台灣一樣 基本上平時是10%的漲跌停 可是跟台灣也一樣 辛苦上市前五天是沒有漲跌停限制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國盾量子嚇死人 第一天盤中漲10倍 就算SOFA還漲了923% 也就是9倍多 好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們要看到他的這個創辦人 潘建偉他是誰 他號稱量子之父 他是中國的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就跟我們中研院類似 是中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當然非常的厲害 而且他是2018年的 時代雜誌的全球百大風雲能物之一 能夠得到這百大風雲能物 當然不容易 好那問題是 他這家公司到底有什麼特別 因為他有一個全新的技術 叫做量子通訊 我們傳統的我們的手機的通訊 我們都是透過電磁波在傳遞 可是電磁波的傳遞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干擾 譬如說大樓的屏蔽就會被干擾 可是這個量子通訊很神奇 他居然不會被干擾 為什麼 這其實早在N年前 愛因斯坦就提出了一個叫做 例子的干擾的理論 他就說這很神奇 假設有一個A例子 他做了一個動作 B例子可以感應到 所以愛因斯坦當年把它形容叫做什麼 鬼妹般的超距作用 而且他不會受到距離的限制 就有點什麼 心電感應 心電感應 就類似這種情況 夠不夠神奇 所以他當然不會受到干擾 一般我們應該講 一般傳統的手機 我們說這個通訊傳出 會有通訊的干擾 我到地下室 對 收訊不好的地方 但是這個不會有 你看這個就很厲害 第二個 我們像譬如說我們常常在做直播 譬如說在阿關Callout出去 去訪問某個來賓 是不是都會有時間差 慢個一兩秒 會Lag一下 對 他這個不會 因為他是用光速傳遞 我們知道光一秒鐘 可以跑30萬公里 所以理論上他不會Lag 而且是已經真的是實驗做出來了 好 第三個厲害的地方是 我在傳輸的過程當中 不會被人家竊聽 我們現在大家都講資安 你說怎麼可能 你在傳輸的過程我去攔截 對 就是他剛剛說的 這個例子在傳遞的 興建感應過程當中 如果有第三者跑進來 我會知道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人想要介入 就如果有人竊聽我會曉得 對 因為我的例子干擾會不一樣 我就知道有人在竊聽我了 夠神奇了吧 那你如果有這種手機我一定要買 第一個不會通訊干擾 又不會被竊聽 又不會累 對 時間的問題 因為中國已經在做了 時間的問題 將來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手機 對 他們現在就是在研發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中國在2017年 2016年就設了這個叫 莫子號的這個量子衛星 這個我們談過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要在全世界 它只要20顆這種衛星 就可以把全世界涵蓋起來 這家公司就是在做這個東西 它這個量子衛星的 就是當時它跟奧地利合作 所以這個莫子號就是量子通訊 這家公司做的 對 他們委託人家設 但是基本上是他們的技術 它當時就是實驗跟奧地利 奧地利距離中 他們在北京實驗是7600公里 實驗成功 所以你看當年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家公司 現在股票上市 上市第一天狂飆 因為真的是有個很獨門的技術 當然現在是實驗成功 但是距離真正的商業應用 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至少真的做出來 而且全世界現在不是只有中國在研究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奧地利 現在在跟中國合作之外 還包含加拿大 日本 義大利 新加坡 都在研究這個量子通訊 它是全世界最新的技術 有夢最美 跟馬斯克一樣 馬斯克的電動車 漲到1000多塊也是這樣 當初他在講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哪有可能 結果過天爭地 好 如果你以為 就只有這麼一家很厲害 那你就錯了 現在真的 你看我這個標題寫 邀古吉他的產地在哪裡 就在上這個科創板 你看我們旁邊列出來這個標 邀古吉他的產地 老師你有看過一齣電影對不對 對 怪獸吉他的產地 所以我就是以右這個梗 怪獸吉他的產地 真的 你看到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國頓他破紀錄 盤中漲10倍 收盤都還漲了900多% 你看到我們這列出來 天智航漲了6倍 東方生物5.8倍 中科星圖4.3倍 安吉科技 印漢通 維新生物 博會科技 特保生物 生聯生物 怎麼那麼多生物 他們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 生技醫療產業 所以他們也在標生技 對 好 所以你看我們右邊的統計資料 去年的7月才開版 到現在還沒有滿一年的 這個科創板 可是122家IPO的公司 上市的第一天 平均漲幅高達156% 怕死人 所以你看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科創板的股票 要IPO之前 我去抽籤抽到 你第一天你就賺翻了 尤其如果你抽到像國頓這種 第一天就賺10倍 我從來都抽不到任何東西 對 真的是 從這麼熱 好 所以剛剛講中國的 那香港當然也要跟它拚肚 好 我們來看一下香港 要爭港版那撒克 香港現在也很拚 你看光今天一天 這是今天的 剛剛還昨天這是今天 一天有7檔股票IPO 我們台灣股市我沒有印象 有一天有7檔股票掛牌的 它居然一天7檔 好 而且這7檔你看 上面這是開盤的價格 歐康衛視漲了最多 歐康衛視漲了將近兩倍 對 好 斯摩爾1.26倍 其他的還好啦 對 這都是開盤第一天 而且最後收盤 這7檔股票就只有 最後那一檔是跌的 其他基本上 都兩成的漲幅起跳 問題是接下來還會漲嗎 提醒大家 下禮拜中國 7月16號又公佈 第二季的GDP 又是7月16號 如果這個數字不好的話 大家就賠一點 7月16號好像是一個關鍵的日子 是9月17號 委託 這期很可憐 是1周 1周